現在是應該是這樣 剛剛大家在激烈的這個爭吵之後 我們就這個達到一個協調 就是我們現在絕對就稱為白藍之爭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上寶下針 楊大人 他今天早上就開記者會就說了 你侯永宜 不要再逼我們吃德式香腸 我們只吃台式糯米腸 如果今天不吃 我跟你講我們就不要喝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個上寶下針楊大人就說 看來我們就是直接來進入這個政黨協商 就我們大人一講完話之後 哇馬上新聞就出來說 真的明天就要進入政黨協商 真的保證說得算 對對對 所以我們今天我非常的尊敬他 那重點是這樣子 重點也有一個點非常有趣 幫馬英九出主意的那個人是誰 是不是一個國民黨的大佬 那新聞就寫 說叫劉兆玄 劉兆玄啊 好 你知道劉兆玄他現在人在哪 去南京 不是南京東路 不是你們的辦公室 不要緊張 他居然跑去南京 他出完了主意之後 隔天就去南京 好像不關他的事一樣 然後留下一下 留下了誰 留下我們的馬英九 我覺得不可思議啊 之前柯文哲是怎麼評論馬英九 他說馬英九是誰 是連阿米巴原寵的能力都沒有的 什麼意思 就是阿米巴原寵有沒有 他被電到還會轉彎 結果馬英九是不會轉彎的 這這麼值得直男啊 所以你看明天馬英九要跳到他的瓮裡面 然後去當見證人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藍白河 對不起 白藍之爭啊 演到現在 我真的覺得不知道演到哪一出 但是呢 昨天啊 侯友宜跟朱立倫 似乎也是想要硬起來的感覺 那他硬起來是什麼 他們昨天確實就有召開 所謂的這個作戰計畫會議 作戰計畫會議的人列的指標就是說 如果 談判不成功的話 那直接就是進入這個 氣科飽和這個狀態 說要開戰 直接開戰 而且是從台北市政府這個部分開戰 那我覺得柯文哲也很酷 他也跟蔣萬元開戰 他就說 你看蔣萬元 你都不敢公佈這個成會的會議集 哇這個好兇 好不好怕 老師你需要這個嗎 有板子 有內容 吳老師 更清楚一點 對 但是我覺得還是讓國民黨 去發揮他們的戰爭 等我補充 等我補充 畢竟我也是一個民眾黨 是 你是公正第三方 對 公正第三方 所以 所以 當就大家在吵說什麼 如果全民調的話 會有這個作弊 等等可能 但是我要說真的 我們上個禮拜 柯文哲也展示了他的科式魔法 有沒有 科學魔法 他的民調可以從十趴加全到十八趴 所以我認為 他們兩邊的能力都一樣 那我只是覺得說 要嘛你們就趕快合 要嘛就趕快分 不然吳貞每次上通告都要睡覺 這樣不行 沒有